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 把外 是的 鴨榜 各位觀眾朋友 愛好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最近一波一波的冷空氣 甚至是冷氣團報導 讓不少民眾不得不 把保暖的大衣拿出來穿 而今天在我們高海拔的山區部落 像是嘉義的阿里山 最低溫就降到了七點八度 而北部還有東半部一天下來 也都是陰陰沉沉的 真的會讓人有種 只想待在家裡不想出門的想法 不過明天就是大家期待不用上班 也不用上課的週休假日 天氣上會不會有好消息 我們就先從第一張的衛星雲圖 帶來我們的觀眾朋友來了解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清楚看到 在我們附近還是有部分的雲氣一路 所以今天在北部的部分地區 受到地形的影響 還是會有零星降雨的發生 不過雨量雨勢都不會太大 現在也都趨緩下來 而我們進一步往這個 華南地區來看 可以看到在這裡有一大片的 封面雲氣持續地在往東方來移動 因為明天白天還不會影響我們 但是到了露夜之後 也就是晚上的時候 受到這個封面雲氣接近的影響 各地就會轉為陰遊雨的天氣形態 也會帶來有明顯的雨勢 特別是在北部還有宜蘭地區 這個雨勢會是比較明顯的 而受到這個封面雲氣的影響 各地的溫度也會跟著下降 怎麼說呢 我們再重新一張的這個地面天氣圖 帶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了解 明天在溫度上的一個呈現 剛剛我們有提到 這個高海版的山區的最低溫 而在平地地區的最低溫 則是落在了北部地區的板橋 只有15.7度 而從這個地面天氣圖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就是剛剛所提到這個封面 明天的位置會來到這裡 而目前我們處在這個封面的前緣 所以明天白天的時候 這個東北季風會減弱 所以明天各地溫度 白天的時候溫度會略微地回升 最高溫可以來到24度 不過還是要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在露夜之後溫度又會再往下掉 就以北部平地地區的最低溫來說 明天的最低溫又會下降到16度 所以這個族人朋友也要多加注意 而在南部地區 這個天氣相對於北部地區 是比較好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就是日夜間的溫差會是比較大的 而在我們高海拔的山區部落 溫度也會比平地地區來得低 而現在這個山區的最低溫 也都只剩下各位數了 像是拉拉山 梨山 明年的最低溫都在8度上下 所以要提醒我們的族人朋友 要多加注意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雖然明天東北風會減弱 但是在我們附近的 等壓線的T度是很密集地 表示這個風力很強 遇過明天近海最高的浪高 都會超過三公尺 雖然要提醒在海上作業的漁民朋友 要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 至於明天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你整理的山海氣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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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阿嬤 要注意保暖的工作 戶外活動一定要做好 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氣象預報 祝您有個平安順心的周末假期